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改革政党的一个重责大任 也公开的呼吁支持韩国瑜 那我要跟大家聊这个 支持韩国瑜的目的跟动机之前 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一任的党主席来讲 跟今年开始的未来 这条党务系统的发展 这条路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格外的更加的辛苦 跟责任更加的重大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民进党政府呢 蔡英文政府在第二任上任开始 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11号续任之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 她做了更多的有关 各个层面都是 反正她真的是庆祝难输 不管是独裁唯我独尊 自一忘形 包含莱猪美牛 完全没有顾虑到 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等等的 这些事物 直接就是进口了 还有过去冻结了公投 那现在呢面临了解冻 然后我们必须要全民将这个 公投这个议题呢 在今年8月份能够有效的 拿回我们的手上 面临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我觉得国民党身为一个 至少目前是这样子 就是它是一个最 台湾目前也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百年 而且是目前是一个最大的反对党 也是监督党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的 在未来的路 它的责任 不管是尤其是在监督这个政府 把关这些政府的恶行恶状 甚至是抗争这个政府的恶行恶状 在这方面种种云云来讲的话 它的责任是更加的庞大的 当然国民党长期以来 他们也有很多内政 内部党务系统的问题 也诸多需要做革新 那当然安内然外 这个东西都是面临了 国民党面临非常险峻 而且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那为什么用讲关键的时刻 事实上在最近的一些民调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这个民调 整个政党的民调来讲的话 国民党甚至已经到达 只有十几%的地步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国民党在现在所要肩负起的责任 以及面对这么一个 庞大的政治怪兽 民进党的责任上面 各个角度来看 国民党都面临了一个 死无前例的这么重大 而且这么危机 而且这么有责任这么重大也好 或者是危机四伏的路也好 等等的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必须要跟大家分享所了解的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 国民党现在台面上 想要出来参选的人 就是目前的江启臣 比较有表态的部分 比较表态的部分 当然江启臣在去年补选之后 这将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当然我们也不能去否定说 江启臣的尽心跟尽力以及努力 但是个人认为说 江启臣在未来这么更加险峻的 国民党的未来的道路上 是否能够有更大的能力 去带领这个国民党 从内部改革一直到 策略的定位 然后进而去抗衡 我们现在这么如此 遏制的民进党 在这个部分呢 二哥 我觉得我比较存疑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江启臣来讲的话 他是出生自台中 那台中其实我们在政治的 这个分野上面 有所谓的黑派 也有所谓的红派 那江启臣本人呢 他是属于这个台中的红派 这一个派系的代表人物 那黑派的话 当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严清彪家族就属于黑派的 当然他的背后势力来讲 是不是有这个国民党过去的 一些旧的势力存在着 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到 就是说其实他的岳父 他的岳父是 岳父是刘豫仁 其实刘豫仁来讲的话 也是国民党这个 也可以算是非常过去 非常资深的 从这个民意代表起来 一直到国大代表 到立法委员的刘豫仁的 他是他的丈人 当然不管是他地方上的 红派的也好 或者是他岳父也好 我觉得江启臣来讲 某种程度事实上来讲 他还是有一定的 所谓的这个国民党过去 旧势力旧包袱存在着 然后再来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其实江启臣在过去 这半年一年来的 领军国民党 我们也看出他是 相当的用心跟努力 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又要身兼所谓的 立法院的 这样立法委员的一个职务 又要在立法院国会里面 去跟民进党做抗衡 去做抗争 甚至去做这个 讲难听一点就是斗争 监督等等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个人来讲的话 如果现在继续持续 又要扛起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重则的话 我觉得我自嫌他是不是有所谓的分身乏束 这样子一个疑虑 好那我们再看 当然其他的人呢还是 只闻楼梯想不见人引来嘛 就是说有放风声 但是还没有正式的所谓的说 宣布说他就是要参选当主席的 有包含好几位了 包含好几位 比如说有朱立伦 有林胜文 有张亚中 朱朱姐等等的 这几位都有可能的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赵少康已经是被排挤在外了 然后排除在外了 因为赵少康呢 这个在今年的2月1号出来 回归到国民党的时候 曾经说很明显也很明确的表达 他想要扛起这个国民党未来党主席的责任 但是呢 无奈的是因为他卡在一个英年的党员身份 这个条例上面呢 可能也被排除在外了 但这个英年的这个党员身份来讲的话 到底是真的是法令这样规定 才是因为国民党内部势力 刻意用这条来卡住赵少康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 大家有很多人通过媒体 还是不甚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我比较愿意把它定位成 其实国民党内部还是上 中常委还是有一群势力 是不想让赵少康进来的 那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英年的这个党员身份 这条法令来讲 他并不是国民党的母法规定的 那如果今天是母法规定 那当然OK 两手一摊 Anyway OK 尊重嘛 但是他这条法令是属于执法 就是说执法母子的执 执法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弹性运用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中常委这个所谓的势力 那刻意的将所谓的一年的党员身份 这条还是把它抽出来 作为挡住赵少康的 进来国民党参选党主席的一个条件 我个人是把它解读成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传统旧势力 在阻挡这个有能力 或者是有新改革的人进来呢 所谓的分一杯羹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个人还是把界定成 国民党的内斗的问题 好OK 赵欧刚排除之后呢 我们来看反观 刚刚我讲过江启臣 那朱立伦来讲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很多的动作 这些思维都开始在布局啊 当然他的个性还是一样了 就是 说得不好听的啦 就是爱吃鸡小鱼 然后呢 机关算尽 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跟未来的铺陈 这是他的特质 我毋庸客气的直接说 在过去例子还发生很多嘛 包含这个2016年的 换柱事件 真的 朱柱姐被换掉事件也好 还有这个去年补选的时候呢 他闪避了这个 国民党最需要有肩膀人出来扛的时候 他却还是闪避 然后在今年的时候 现在看到这个民进党呢 这个越来越多事情是违背民意呢 那他觉得说 这个有很多开始 对民进党失望也好 反弹也好 那他认为说 这个时候机会来了 可能呢 以后呢 在2024上面 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他现在又开始在布局 又想要选这个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Anyway这个是 他的心态 也许我很简短的分析 但是我想应该十之八九 逃不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但是我必须要讲 如果机关算尽 然后一切为自己的利益 然后呢 这个 当你需要你肩膀出来扛的时候 你闪避 然后当你觉得一片看好的时候 你又想要出来 出来掌握这个机器 只为了自己未来2024可能的 总统大选的大梦 我觉得这样的人 其实在国民党不缺啦 好不好 国民党过去就是这种旧习惯 旧自私的文化 导致国民党为什么衰败到至今 然而今天朱立伦的角色来讲的话 他也有很多的所谓的政治包袱 我们都知道 其实朱立伦过去在国民党 也是属于马戏人马培养出来的 二来点 朱立伦的所谓的 他的老婆的爸爸叫高玉仁 那高玉仁其实他也是国民党 所谓的资深的过去的党员 也是讲究不客气 就是大佬啦 好不好 就是贵族派就对了啦 所以过去其实朱立伦 能够再踏入政坛一路以来 从最开始也是因为 他有这样的一个丈人 高玉仁 所以他才能够平步驱迎的 在政治路上走出来 走至今 所以说他过去 他的包袱上面 跟背景上面 其实这个是大家 我跟大家先点到 但是最重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性格 我想如果朱立伦在过去 展现这种所谓的一切都以我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考量 而没有去顾虑到整个国民党现在已经 如同是到家户病房般的需要好好的振兴改革 而且最重要是要无私无我去奉献的话 那我想国民党在未来而且还一个他建立一个很可怕的观念 我觉得朱立伦他过去其实他也一直想要踩上这个总统的大梦 但是因为过去出了一个奇才叫做韩国瑜 所以说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朱立伦活生生的被民意所压下来 所以说我们感觉到其实他心中是难平的 这个坦白讲 因为这个也是事实 过去在韩国瑜选举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坦白讲 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朱立伦真的用心 或者是赔上性命般的去帮忙韩国瑜复选 帮忙自己的政党复选 眼光放得远一点 先把这个政权拿回来 然后呢以后国民党才能够茁壮壮大等等 他其实在他很多行为当中我看不到他有这种气度 事实上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他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态度 正面的方式去支持他之外 我觉得反而甚至有一些扯后腿之嫌 OK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今天朱立伦很可怕的观念就是认为说 他未来的总统大梦是架构在民进党的衰败的话 这个是国民党注定你会永不翻身的很可怕的错误观念 我们应该这样讲 国民党现在要振兴 2024要拿回大位的话 必须要一个正确观念 除了民进党当然所自这个自偿恶果之外 让人民去唾弃他之外 但是你国民党如果自己不振兴 不让减回民意 不好好的迎合 让台湾的更多百姓接纳你 甚至支持你的话 然后你只是一昧的建立在说民进党的衰败 你就自认为2024年的位置 你必定你保住的话 那国民党你就注定失败一辈子 而且永不翻身 这个是二哥非常提出非常警讯的一个警告 所以朱立伦的性格 他就是往往都是在看对手 他觉得对手现在很推 慢慢会走向所谓的这个被民意所唾弃 他就自认为说 他在2024年就有机会了 因此他现在就又跳出来了 他看到未来一片大好 所以他现在又跳出来想要拿这个国党主席的身份 所以二哥坦白讲 如果今天朱立伦在率领又采回党主席的话 我们可以反观他过去的性格之外 他过去也当过党主席 请问当时他当党主席的时候 国民党有更好吗 党员有更多吗 然后那个国民党整个的党务也好 对内对外有更兴旺吗 没有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如果朱立伦今天能 如果还重拾党机器的话 我想国民党也应该没什么指望了 所以说其他人我就不多说 像连胜文来讲 其实坦白讲 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叫做连战 当然连战也是一个公廷派的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当然连胜文我并不是说 他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我们只知道说 我个人认为是连胜文虽然年轻 然后有理想 那最近他也发表了很多 包含说党务要怎么革新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 连胜文事实上在行政之力上 是非常的欠缺的 而且当然他从小到大是 咬着金汤匙长大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这不是原罪了 但我应该这样讲 他的行政之力是不足的 第二个就是党务系统 所谓的参与的经营跟营运 这个国民党内部的 这个参与是也是不够的 当然你也许说 他爸爸是连战 可能是老资深党员了 但是这不等号于 连胜文自己的资历 我觉得这是不等号的 再来应该讲说 最重要点我是觉得 他严重欠缺所谓的 这个行政之力 或者是参选之力 当然我们过去也知道 他在台北市有竞选过 但是一次的竞选 并不能够代表说 他是经过选战洗礼 或者是这个深入的磨练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了 再加上他父亲是连战 有这么样一个 所谓的宫廷派系的影子在背后 我个人认为说 这样的人担任 未来当主席的话 事实上他背后 无庸争一致的 其实他还是要背负很多 所谓的宫廷派的一些 看法跟意见跟左右 所以我个人也不认为 连胜文是一个适当的人选 更何况要命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国民党要在未来走 更险阻的未来的路 我甚至质疑 连胜文是否有这个能力 能够带领着国民党来前进 那其他除了张亚中 祝祝节 我就不一一的介绍 刚刚个人我是认为说 祝祝节来讲 当然也是一个 值得我们敬佩的 蓝军的一位大将 但是祝祝节来讲 他本身就是一个 所谓的统一激进统一的一个风格 跟论述 当然是不是这样 有利于国民党未来的带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质疑 甚至说操作不对的话 很可能会让国民党更加的 被贴上所谓的集统派 而被边缘化等等的 那OK anyway 我花了一点时间 跟我们的 我们的频道会员聊 这个的目的就是 我必须要讲 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 非常的急切的 也公开的呼吁韩国瑜 如果您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就这个党 新我们的 就我们的这一份 这个中华民国的话 也还有一片热忱在的话 我在这边为什么说 呼吁说 韩国瑜一定要站出来 我在贴文的时候 我又讲过一句话 有一本书写得很好 它的书名就已经阴目了然 也可以一语道破现在的国民党 其实有一句话叫做 走旧路到不了新地方 再讲具体一点 就是走旧的路 不会到新的领域 这就是国民党的现况跟未来 事实上来讲 我们从古建金 以古建金来讲的话 不管你是要新帮革新 才是要 都需要一种气魄 叫做大破大力 所谓大破大力来讲的话 就是 这是一种宏观的气度 那如果说 刚刚讲的 国民党仍然是 官族成席的话 那我觉得是 终将难辟新的领域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应该在这边讲 事实上韩国瑜在过去 他这个大半辈子 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曾经担任过 立法委员的资历 到这个后来 甚至当过 这个副市长的资历 然后一路走过来 他也后来 后来觉得说 他真的是觉得说 不管他是什么心态 让自己又重新 沉浅了17年 但是这17年当中 其实坦白讲 二哥认为说 他真的是为自己 这个完全脱胎 换骨的观念之外 最重要一点 他孕育了 他非常强大的内心世界 这个内心世界 是对国家的爱 跟对老百姓的爱 在这方面 是非常的强大 为什么二哥可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从参选 这一次出来 参选高雄市长 一路走过来 甚至高雄市长之前 也曾经参选过党主席 然后再参选高雄市长 然后再经历到 高雄市长一年的任期 以及2020参选 总统大选的时候 这整个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非常强韧的 一个内在世界 这个如果没有 相当的强烈世界的话 是没有办法经历过 这两三年来 这个对手 也就是现在 这个执政的民进党 以及这些侧异组织 一十五名 对他这个满门操展式的 霸凌跟丑化跟攻击 所以其实坦白讲 我认为韩国瑜 是有非常强大的 坚韧的内在世界 但是这个坚韧的内在世界 来自于强烈的信念 这才是重点 所以韩国瑜 对中华民国 爱护中华民国 这个革新国民党 这是非常大的信念 来巩固着他的强韧的斗志 所以二哥虽然认为 韩国瑜这一段去年开始 6月6号罢免完毕之后 到今天呢 事实上来讲 陈浅了一段时间 我不认为他的内在 是这么容易被击垮的 但是偏偏现在又面临了 一个国民党党主席 必须要改选的时候的此际 我个人认为 韩市长真的一定要 如果我就像我讲的 如果韩市长 您对您这个 您对您这个 您的父亲开始 宗爱 包含你宗爱的国民党也好 然而甚至国民党壮大 未来蓝军才能整个壮大 那2024年也才能够有机会 扳倒民进党 救回我们中华民国的长远 中期角度来看也好 我觉得国民党此刻的党主席 是真正是影响到 未来我们中华民国 是不是能够得以解救的 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此际来讲的话 我个人非常支持 韩市长要一定要站出来 要站出来宣布 参选这一次的国民党党主席 那另外一个角度 当然我这样子公开呼吁之后呢 这几天也有一些粉丝 在底下留言 说他们认为 我觉得韩市长呢 真的还是 暂时先不要出来 因为当然他们这一派人的讲法 是爱屋及物的心态 他们认为说韩市长出来 又会被霸凌 又会被攻击 所以说他们实在很心疼 也不忍心 这种心情我们都能了解 因为毕竟我们也都是 等待一个人的 所以说 但是我必须要说 应该这么说 我刚才已经讲了 其实韩市长的内心世界 是非常强韧的 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他就认为说他自己就宣布失败跟退缩 这是站在韩市长的内心的强大人面来讲 那第二个站在一个所谓的政治的现实面来看的话 我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 报告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如果站在政治的现实面就像是艺人一样 坦白讲如果说今天一个政治人物 长久没有舞台去发挥的话 我跟各位讲 就好比是一个艺人 他没有了舞台一样 半年一年也许还可以 但是当一年两年都没有所谓他表演的舞台 或者是他立即的舞台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这个艺人也准备是消失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演艺生涯当中 因为为什么观众跟粉丝会淡忘掉他 那其实政治是一样的逻辑的 我必须要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政治的人物是需要有舞台让他去发挥去表现的 然而如果说今天韩国瑜在今年这一次的 站在所谓的国民党党主席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舞台来讲 他没有去踩上去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他未来的舞台在哪里 那只有跳到2022年才有地方线的选举 如果地方线选举你们也认为韩国瑜不适合 直接跳到第一线去选什么首长之类的 或等等的 OK那请问大家也有一种想法 那就继续等到2024年再重新出发 我跟各位讲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说两年三年 他都没有所谓的政治舞台让他发挥 或者是让全民看到他的实力跟能力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 那韩市长等到2024年也没有了 也消失了 我跟各位讲也可以宣布 他在政治舞台已经生命结束了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跟各位讲 其实我知道有些人是站在爱屋即屋 不忍心 他在这里受到攻击受到伤害 但是由从两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知道二哥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角度是 当如果国家到整个国民党 真的需要他站出来领军 来有这个能力跟实力来做改革的话 这个必须是怎么讲 没有办法用时间再继续往后延推的 因为有些东西机会不会不断的反复回来的 这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我们应该这样讲 政治跟有一句礼语很像 就是如果怕厨房热就不要进厨房了 一样的道理 今天如果说你只是害怕出来 就被伤害的话 会被攻击的话 那我试问 现在韩国瑜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沉浅多久了 我们看到媒体也好 1450也好 只要抓到任何一点点 一丝丝跟韩国瑜有相关的 所谓的牵扯的时候 他们也是铺天盖地的来 来作为做文章 来做学问 甚至拿来做话题等等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们真的害怕而不敢出来 那我们就干脆就请韩市长宣布 完全脱离政治了 那OK那没话说了 如果因为害怕被攻击 那就可能真的不适合在政治上面踩上来 但是绝对没有所谓的 你再给他休息半年一年 那民进党就放过他吗 没有这一回事的 他纵使明年再出来 一样照样铺天盖地 纵使他2024再出来 他更加的铺天盖地对待他 所以我必须要讲 其实你们担心所谓他出来 又会被攻击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是多余的 因为站在韩国瑜 所谓的强韧的内在也好 以及政治 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生态也好 我觉得根本不用畏惧这一点 而且事实上来讲的话 如果韩市长再次的展现 他出来的风格的话 未必我们不再像以前处于所谓的 任其抹黑挨打的地上 而且再加上民进党现在自己违背民意 不断的自己的这个民意 对他的这个反弹跟反感来讲 也不见得他在未来 在对韩市长这样的攻击 各方面是真正还能够像过去的效应 因为毕竟韩市长已经经历过 他们这么久的洗礼 包含从他人格 这个家庭事情 然后他的所谓的人格等等 都被炒翻了一片 都证实了一切 韩国瑜是经得起考验的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多疑虑说 哎呀他出来会不会被攻击等等的 我觉得真的一句话来形容 虽然如果怕厨房热 就不可能进厨房 所以我在这边 结论要跟大家讲 我觉得不管是 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真的不希望 民进党在未来再继续 再执政下去 不希望他再继续来搞 搞掉我们中华民国跟台湾的话 我们实在看不下去的话 我在这边真的与众心上的忽悠 那就是真的 国民党跟蓝军一定要够 要茁壮要够强 来制衡他们 然后才未来才能够讲 立足 立足才能够在2022年2024年能够强求发展 这个是一定的观念 这位一定要 要了解这个政治的现实面跟务实面 所以二哥在这边呢 花了一点时间跟我们的频道会员分享 就是韩市长真的一定要站出来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率领国民党壮大蓝军 然后在未来制衡民进党 2022再继续让国民党扎根地方 然后才有可能2024挽回我们中华民国 跟未来的一片天 感谢各位 谢谢频道会员 那二哥在这边呢 跟大家阐述了30分钟的时间 OK 跟你们表达的支持 那谢谢我们频道会员呢 一路来给二哥的支持 当然也希望我们继续给二哥加油跟支持 感谢各位 那我们后会有期 谢谢 拜拜